嘿,歡迎大家回收看烏粉絲的遊戲頻道 我們今天把上次的那個人物移來了一個C3的軍事基地 要來給大家示範一下軍事基地的探索 這個基地,我沒有印象有沒有來過 不過我隨便挑了一個比較近的走過來 就進去看看吧 沒有看到機器人 不過我聽到腳步聲 注意找掩體跟注意周圍殭屍的分布 像剛才外圍我已經在料王台那裡看過了 沒有看到外圍有殭屍 看來這個基地是有廠房的 有屋子就先進屋 哇,運氣很好呢 這個可以直接丟掉了 這個是最高規的防彈背心有8格的物品欄 那主要當然是他的防彈效果是最好的 目前遊戲裡最好的 那邊也是機器人呆站在那裡 走了 有時候單機玩你會遇到機器人 巡邏線不移動的BUG 這是有點討厭啦 如果你真的要在單機練習潛入基地的話 你可以故意去給他看到一次然後再走掉 他就會恢復巡邏 進基地的時候我是建議一些垃圾桶 什麼比較 傳統你外面的城鎮也會有的東西你就不要看了 白色的所有貨櫃你看到一定是貨櫃屋 那個都要看 先把繃帶準備好 我也不能說一定都要看啦 就是 有看的價值 白色的貨櫃都是有去檢查他的價值 你看到其他的顏色的貨櫃的話都是 呃 不一定 應該說他一定不是可以走進去的 他不一定附近有東西就是 藍色的背心 當然不要啊 我 迷彩的比較好啊 通常我 我是覺得你們如果找到這樣的狀況 你可以把這件背心也帶走 很重啦 非常重 這個背心已經被改到蠻重 13公斤 空的就是13公斤 那我會建議你也是可以帶著是因為 這一類的防彈背心不好找 然後 你通常如果 如果 備用裝備裡有多這一個防彈背心的話 是 比較安全 不然你回去找人報仇的時候 你就算拿著備用裝備武器還不錯 你太軟的話 你還是輕易被 還是會被輕易幹掉啊 主要是防 我覺得最主要是防散彈槍 還有9mm彈 這兩種武器 你有防彈背心跟沒有防彈背心的效果 會差很多 你死的速度會差很多 狩獵描具 狩獵描具 不是很有用 我們現在沒有 適合裝的東西 煙霧彈對機器人是無效的 不要 不要拿它去擋機器人的視線 沒有用 你還是會被機器人秒殺 那個煙霧彈只對玩家有效而已 你為什麼看得到我 這是單機模式你為什麼看得到我 呵呵呵呵 我不懂 你看我還確認一下 我這麼lag我一定是單機模式啊 為什麼還是會被 為什麼機器人還會去警告某人 所以他警告的一定是我 看原方的那個機器人的巡邏線 機器人跟玩家不一樣 他在第三人稱會完全就 描繪出來 那機器人現在是會聽聲音的 所以你不要在他附近丟漆道具或是 跑步 你會被聽到 他會直接轉頭看你 後盤看起來沒有需要收的東西 這基地有點小 蠻失望的其實 我在地圖上看他的尺寸覺得他不小 結果過來發現他 這完全就一個地面基地的話 那超小 等一下注意繞一下有沒有地下入口 門口的已經亮紅燈了 他看到我們會隔沙烏潤 巡邏線向下 OK這是地下基地入口 的這個 會不會有什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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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關起來沒事啊 就探索地下碉堡 地下碉堡通常沒有殭屍也 沒有機器人但是線上的時候地下碉堡可能反而是 相對危險一點的地方 因為你跟其他玩家是 狹路相逢 有閃彈的人會有很大的優勢 再來就是有防彈衣的人 好處是這種地方狙擊手不喜歡來 所以 相對來說你比較不需要擔心狙擊手的問題 這個 MP5如果一旦看到 74U一定是換掉 因為MP5在警局就拿得到了 然後那個東西完全是垃圾 我說完全是垃圾的意思是 警局你很難拿到MP5彈夾 但是你還是蠻常會拿到MP5的槍 所以 所以 就很難用 這東西很難用 他唯一的好處就是 民用彈藥啦 所以 你隨便在商店什麼都很容易找到他的子彈 跟那個 呃 跟那個 散彈槍是一樣的道理 你就整理一下 節省自己的背包空間 轉換器 轉換器AK47的可以帶 啊我都忘記了我還有帶這些垃圾 對不對 這樣我也不用特別 佔北包空間 9NM單現在一發都沒有 兩把武器都是9NM 你們可以看一下我在 看軍械庫的時候 看了哪些地方 就是這幾個盒子是可以拿的 剩下的那些開口開開的啊 沒有蓋木板的板條箱啊 這都是不能拿的 就是不用浪費時間去找 那左右兩邊都有武器架 所以每一間軍械庫的配置是一樣的 這裡有蠻窄的散彈 我一向不喜歡拿銀色版本的手槍啦 因為在晚上會讓你比較明顯 有的時候你不能只是想說 都手槍的距離了 怎麼可能還有人沒看到你 你在臨地的時候還真的不好講 真的會有人沒看到你 然後 你的裝備的外型明不明顯 確實影響還蠻大的 這樣子整理比較快 因為我重新把它撿起來 它自己會排到 後面的空位裡 會比你上下 上下拖來的快 你上下一直自己拉一格一格 去整理物品欄太慢了 你丟出來把原本要 佔據的位置佔據好之後 再重新把丟掉的東西撿起來 那正常到這個時候我們的安全性是已經很高了 你在線上的話 你如果已經有這個最高階的防彈背心加上能夠裝滿的散彈 就已經算滿安全了 就已經算滿安全了 以探索 基地內部來說 不管它的武器水平在哪裡 它跟你交火 它都是有危險的 它都是有輸掉的可能 如果今天你只有一把9000手槍 然後對方有最高階的防彈背心 那你的槍法要不是特別好都可以打爆頭的話 其實是 機會是不大的 你被對方拿全自動武器掃死或是散彈槍打死的機會很大 控制室通常我都不進去 辦公室我也是通常不進去 雜物間的話你缺食物可以找 因為雜物間裡面很多罐頭 還有 像這是燉牛肉罐頭還有番茄醬 然後辦公室裡面可以找到背包 我們現在這種水準的背包 叫做backpack 就是 這算是第三階的背包吧 像它這裡出腰包 它有機會就是不是出腰包 而是出一個一般的背包 我曾經有在廁所找過登山包 不過我很懷疑 那個感覺是其他玩家丟的 不像是 場景物件產生在那裡 就是有點類似其他玩家故意把 那個登山包移到廁所丟掉 不讓其他人找到而已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那表示軍事基地還是會出登山包的 只是它出的位置 如果不是辦公室的話我不知道在哪裡 一般的軍械箱 就是有蓋迷彩帆布的那種箱子 軍事物資箱 會出衣物 也會出槍械 也會出彈藥 也會出迷彩的背包 各種形式 所以它也會出迷彩登山包 在那個 在那個 迷彩的返布箱裡面 在那邊 點22彈 垃圾 我拿到了很多74U的彈藥 但是沒有74U的槍 真棒 背包滿了 這個時候就要把長毛丟掉了 我沒有 我沒有9發的彈匣 我只有7發的沙漠之音的彈匣 我是真的覺得官方應該要自動把閃裝彈藥規整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有點蠢 就是 玩家需要自己去合併彈藥這件事情 反正分數都是塞你就先進去吧 哇 這一趟 散彈彈藥可真多啊 我們已經有 兩盒完整的盒裝散彈了 還加上22發 散裝呢 散彈彈藥合裝的意義不是很大 因為 我先檢查一下彈藥重量有沒有比較節省 這0.5 這也0.5 所以他真的連重量都沒有比較節省 散彈合裝的意義真的不大 因為他一盒20發 然後 一個散裝的散彈佔空間也是20發 以散彈目前的防身價值來說 我覺得他稍微Nerf盒裝的散彈彈藥設定也不 散裝的散彈彈藥設定也不會怎麼樣 就是可能15發 10發 1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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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疊 1疊 3疊 1疊 3疊 4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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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疊 再把彈夾抽出來補彈 這樣子你就可以操容一發 所以我們彈夾裡九發加上槍塘那一發十發子彈 工具箱是一定要拿的 因為你接下來製作各種新的彈藥就 除了散彈彈藥你做不出來以外 你就是已經可以自己找鐵片跟火藥組合 去做出任何口徑的子彈 所以你缺AK的你就可以直接做AK彈 你缺MP5你就做9M彈 這個地下室也是偏小 蠻小的我們 逛一下就逛完了 接下來就看控制室吧 放大鏡有兩個如果我們兩個都帶走的話可以試著做做看那個 官方新出的面具 字字面具 我看過燈山包了我們就再看一次吧 控制室下來還是雜物間 雜物間 廁所 我都說廁所有看過登山包了我們就再看一次吧 战術夾克刺刀 不是說錯了 戰術毛衣 跟刺刀 戰術毛衣其實不是 不是特別好 至少他的口袋容量其實不大 反而那個 Carton Hoodie就是棉花的 帽提比較容量比較大 有4個口袋 就這樣底下就繞一圈 兩個雜物是 兩個雜物是一個 兩間廁所 這邊的控制室算小的 我們之前有分 兩三層的那種 分兩三層的那種 地下碉堡是 沒有這麼小 我們剛才在這裏有找到一個放大鏡 順便帶走 等一下出去的時候我們順便來看一下官方的新玩具好了 這個東西 剛好有散彈彈藥也可以試一下 那個新玩具是自製的散彈槍 從梯子出去 通常蠻危險的 主要的危險不是來自機器人 是玩家 因為你會因為等機器人的時機點 卡在這個梯子上 那你沒有還手的餘地就被打死 不太容易從外面打死你 是比較容易從下面打死 是比較容易從外面打死你 走去哪了 我的名字 不用管 你的名字 我不是在那邊 你不是在那邊 就在那邊 我不是在那邊 我不是在那邊 沒有 我的天 我不是在那邊 你要觀察一下他的巡邏線跟你的洞口的關係再決定怎麼逃跑 扶桃 扶桃 看起來他從蓋子後面過去的這一段就是你往這邊跑最佳的時機了 如果你基地已經熟了你知道那個基地你常來的話 你就不需要這一段等觀察巡邏線的時機了 但是你還是需要等他巡邏所以我說從T字出來還是比較危險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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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跟他之間還有一塊石頭 所以其實我們跑低之後他已經打不到我們 出來就是離營地遠一點 然後我們去找一下 喔不行這動物皮革 可遇不可求啊 所以不要找了 動物皮革跟縫紉包可遇不可求 我還是用呼叫的吧 我們去呼叫一些材料出來然後做那個面具出來看看 那基地探索這個基地我剛才這樣跑完啊他算他算低難度的 普遍的難度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 但是 地面區域越多 地面區域越 越寬廣 越 越多地方可以去越多物資可以拿的 的 軍事基地普遍越簡單 然後 你如果去那個 就是只有一個地下碉堡那個地下碉堡可能很大但是他的 他的地面區域就只有那個地下碉堡加上一個銀色 結果有兩隻機器人在巡邏那個通常普遍比較難 因為那兩隻機器人會因為營地很小的關係他巡邏線很短 就是走走沒兩步他就會回頭 那兩種區域你在線上搜索的時候普遍面對的威脅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 你在越寬廣就我剛才講比較簡單的 就是相對來講躲機器人比較簡單的區域 你其實被玩家打死的機會越大還有被玩家干擾的機會越大 像玩家可以開槍引機器人轉頭打你 就是他即使沒辦法直接設施你或是他子彈不躲他也可以做這種事情 那再來就是 地面地面區域多的地方 居一手就喜歡了 像工廠跟機場 有塔樓有 有遼闊視野的地方 居一手喜歡並不是說就沒辦法玩 只是你就很明顯會需要 在你沒有什麼好裝備的情況下對到 裝備完善的敵人 我來看一下那些 物品的Item Code是什麼 我們試著把這些東西都叫出來 Animal Skin嘛 我們先看一下Animal Skin是不是跟他的 跟他的物品名稱一致 看起來是啊 看起來是啊 我們就打 警號 Spawn Item Animal Skin 然後 再來個兩張吧 Wooden Log 我就不確定他是不是叫Wooden Log了 因為 通常 通常這個會被省閱才對 還真的就叫做 Wooden Log01 0203 好很好 Wooden Log01 Bollot應該也是就叫做Bollot吧 我相信他應該不會特別取奇怪的名字 Spawn Hiton Wooden LogSpawn 一樣叫兩根 這個是你砍樹的時候一定會掉出來的 他會大的跟小的一起掉出來 這次就可以做了 好我們做一把自製手槍 點五零口徑 給五零口徑的彈藥要怎麼呼叫出來的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看是不是這個 Spawn item 靠50 Closed 沒有這真的是武靈機的彈藥啊 哇靠 不是這個鬼東西啊 Amo box open 有了 我們先把身上這一袋拆開吧 不給拆 把閃彈彈藥丟掉 放身上拆 自丟掉 那我們附近有 點50彈藥啊 把 這支手槍拿上來 哇靠不是吧 單發的 哇 這 這真的會值得做嗎 我覺得閃彈 閃彈或許 但是這把手槍我相信沒有人會做它 因為 一般的玩家在現在拉屎的時候都會拿到那個慶祝的贈品 沙漠之音 金色沙漠之音 那 在金色沙漠之音沒有彈匣的情況下 就跟 就跟這把武器一樣啦 甚至比這把好 因為很明顯它 這個自製的武器還要敲來敲去 它的裝填速度太慢了 而且 而且 這後座力大到你無法觀察彈鐸 這好糟喔 隨便拆真的是拆不出來 他媽的 我 我放棄了 我們直接創一個生存全滿的人物就好 然後叫 我直接穿一個生存全滿的人物 然後叫 叫那個工具箱那些東西出來就好 生存直接進階啊 這人物沒有要玩 www 你看一下 也不用耶 他只需要...他真的也只需要刀蟹 閃彈彈藥剛才我在找該死的... 我們在找那個該死的... 臨時閃彈槍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他的item code 所以這不麻煩 先做出槍來再說 拉進口袋 拆包 真的這個也只能裝一發 上膛速度...上膛速度也是很慢 你肯定比...你肯定比什麼都沒有好 但是...這個東西你說要拿來防身 對抗其他玩家來講...他還是太吃力了 沒什麼機會 對... 蛤?你剛才這樣裝彈還失敗 都不舒服 不用 проблем 설 哦 穩妙 搞得到 沒什麼 沒有... 風 太慢了 所以他上次製作表新增的幾個道具 這個很好用 這個不會被摧毀 沒辦法被其他玩家摧毀 所以你的箱子至少永遠都在 也不會被其他玩家troll 那新增的這些新的火炬 這個玩具我不確定有什麼用 感覺也是沒什麼幫助啊 面具目前也沒有發現他有什麼實際上的幫助 所以 這幾樣感覺都玩具啊 然後 臨時性的武器 點五零手槍還有 散彈槍現在看起來也都 不好用 槍聲是會吸引到機器人的 所以要注意 你要注意機器人的動向 我們最後再示範一次進這個碉堡就結束吧 你以為我真的怕你啊 這人物可是創全體技能點滿了 我喜歡 這人物不是 這人物鑽 我們想整個 就這樣 頭腦 對 做 其實我應該試試看可不可以直接用槍把他引過來 這個我之前一直都想要試 像這樣他被引過去那個轉角調查我們最後出現的位置的時候 你就很輕鬆的可以進去耶 一點一點危險都沒有 那這個前提是你有槍啦 因為你拿標槍弄他的話是沒有用的 你要有槍 這個也不是說你不能一發打死玩家 其實你還是很有機會可以一發打死玩家 但是那個玩家必須跟你一樣拆 就是說 我確定你有這個武器的話 你比其他拿標槍的野人要來的 有優勢 但是那個優勢其實沒有很大 就是 就是 就是稍微的些許的 登山靴雖然品質比較好但是 沒有 沒有口袋 他沒有空間 所以還是優先選 優先選 優先選軍靴 軍靴有兩格的空間 可以放一把刺刀之類的 就已經差滿多了 那 我覺得玩這個遊戲的時候大家 就算是線上玩單機玩 你都不要太在意掉裝備 你要盡量享受那個 培養人物的過程 你不要在意死掉 裝備掉光跟蟲玩這種事情 你去在意這個的話 這個遊戲你會覺得不好玩 是正常的 也不能怪你啊 如果你真的在意的就是這個 因為你看我們進來基地拿的裝備 其實也不難啊 就是 你如果真的不信隔屁 全部從頭來過 也不會怎麼樣 也不會怎麼樣 就是 就從頭來過而已 這個 防彈背心屌到可以裝兩把手槍 拜拜 你這垃圾沒有人要用你的 只能裝一發不知道什麼狗屁東西 散彈槍一樣的規則 記得他拉完幫浦上膛之後 你可以再補一發進去 他沒辦法超量啦 但是至少這樣子你的彈藥量 才是真正裝滿的 不然散彈正常 槍塘內只能 應該說彈匣內只能裝到8發 我也不確定這個叫彈匣 這個叫彈匣 趕快 還沒想到 我應該說 你用玩樂 你用玩樂 做不定 我用玩樂 通常不建議大家撿0.22彈藥跟3006還有7.62 就是K98的子彈 M1步槍的子彈 0.22列槍的子彈 這三把槍的子彈建議你最 在有衝突的情況下最優先丟掉了 因為真的很爛 真的沒什麼機會用到他們 剛才講的子彈除了0.22真的打不太死人以外 其他的槍其實都是打得死人 只是那些槍不好找加上找到了也不好用 所以與其你看到了還拿走戰空間 你不如真的就索性把它丟了 那如果你在搜索基地的過程發現這些彈藥大量的被遺留下來 剩下的你什麼都找不到的話 就是有人來過的痕跡的話 通常對方的裝備不錯你要小心 那如果他什麼都拿走你什麼都沒找到的話 還蠻有可能他的裝備也是垃圾 因為這些人跟你一樣窮才會什麼都拿 那這個基地又看完了 我們可以從這個出口出去也可以從剛才那邊 看起來也是一個小基地而已 這是我來的地方 那這樣不對啊 這才是我來的地方 這才是我來的地方 我漏了 這裡還有路 我才想說不太可能一間 一間那個armory都沒有 這個我用得上嗎 你看還被殭屍扒還在噴血 這空間其實可以先節省起來 我剛才有拿到一個MP5彈夾 廁所 廁所 檢驗室 這裏面都藥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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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邊互通的 現在的版本你如果看到受損的膠帶不要剪 這個如果有看上一集的應該要已經知道了 受損的膠帶這種物品現在是沒有用的 完全不能使用 大部分的製作物都會要求你要整捲的膠帶 然後你兩個半卷 在目前的bug情況下是不會被當作一卷來使用 就是會完全不能製作 所以根本不要浪費時間撿它 很多的汽水跟罐頭 一些碎鐵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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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它能去的區域差不多小 然後 我們還真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armory 沒有armory差非常多 因為一間armory裡面有四個武器架 然後 沒記錯的話兩個彈藥箱 哦沒有沒有說錯了 呃4個彈藥箱 兩個濾箱 濾箱就是基本上都是軍火的 所以沒有找到Armory差很多 我們順著這條路走就已經到底啦 然後剛才另外一條路走只有醫務室 只有檢驗所 這都沒有都是沒屁用的東西 甚至因為沒包包我們槍帶不走 這種時候通常你會把9M丟掉啦 因為這把槍是有戰力的 你的閃彈也是有戰力的 你確認你的逃脫方向 看起來我們最近的逃脫方向是哪裡 他居然是走反轉 除非他會巡邏到很遠 不然要往那裡逃的機會就不大了 因為剛才那個反轉會讓我們沒有空檔 他居然是走反轉 他居然是走反轉 有一點不足 誰都會跑去 他居然是走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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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走反轉 他的對方 可以居然送反轉 你跑得夠快你離他遠的話他就不會馬上開槍 我都在塔後了你還在打 那我再給大家看那個地形 剛才我們最好的逃脫方向是機器人那裡 所以正常你出來浴化可能會想往那邊跑 可是你要注意他的巡邏線 剛才他的巡邏線是很雞巴的 他走到我們的那個樓梯井旁邊的時候 他不是直接就往一個方向過去 他是轉身然後繞過這個樓梯井再往 我們要逃就是最近的那個出口過去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 光是他在那邊轉身扭來扭去的時候 他的視線就已經讓你非常難預測 你很容易被他看到 所以如果機器人在巡邏路線上 會在某個時期上有大量的旋轉的時候 你最好不要挑那個時間點跑 那你就要看 排除那個時間點以外 那最好跑的方向是哪裡 來看其他殭屍看不看得到我 答案是看不到 三個傻子 三個傻子全掛了 野外你用槍尤其在基地附近 你確定或是城鎮你確定有殭屍的時候 就是你要離開現場 開完槍你要離開現場 這是最最簡單的做法 你只要離開現場然後蹲伏前行的話 大部分的時候殭屍不會找到你 但是你要先確保哪一個方向是沒有殭屍 像我們合理判斷就是遠離營地的方向是沒有殭屍 所以你開完槍之後 往遠離營地的方向先躲一下 那你當然正常不會隨便亂開槍打殭屍啊 除非你想練技能或是你線上遇到玩家 不得已 那這只是告訴你你開槍之後的處置 那今天這一集我們示範了兩次營地的搜索 跟給大家稍微看了一下官方新增的一些物品 到底有什麼用 我目前看起來那三樣東西都是 沒軟用啊 閃彈槍的話 如果你因為它不需要工具箱 重點是它不需要工具箱 如果你運氣很好有閃彈彈藥又是很衰 在警局一直拿不到閃彈槍的話 值得一做啦 那一把臨時閃彈槍值得做一把 主要不是用來對付殭屍 是用來對付玩家 如果你真的在探索一些區域 然後你覺得這裡有人的時候 那個近距離是可以幫你取得很大的優勢 大部分的玩家光是你有那一把 呃 就是自製的閃彈槍 你就已經足以威嚇他們了 那你絕對打輸9AM手槍 所以不要再幻想了 那邊那邊自製的那兩把槍 全部都打不贏9AM手槍 加上有彈夾的狀態 你一定死 所以那個只是給你防身 跟對付也蠻能用的 所以那兩把槍的評價基本上都垃圾啊 如果那個散彈槍可以裝兩發的話 我覺得它的評價會稍微 會高很多 就是跟那個折開直接塞兩顆進去的雙管閃彈 那個是 如果它有那樣的性能的話會好很多 它現在這個樣子現在 除了欺負野蠻人應該是真的沒有用 那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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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